我們現在來看見道十六心 或者稱為八忍八智 八加八等於十六 這見道十六心就是說 我們要去思維 要去觀察四聖地的義理 那在做官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無漏的智慧 那這無漏的智慧 就把它分成一個叫忍 一個叫智 好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你們的講義十三頁 在禪修當中 正觀欲界四弟的智慧 稱為法智 可是如果我們是正觀 色界無色界 就稱為上二界 如果是觀這兩個界的 四弟的智慧 就稱為類智 也就是說我今天 如果因為我們在思維的對象 是四聖地 你去思維四聖地的義理 四聖地是不是分成苦疾滅道 那在欲界當中有沒有苦 有啊 好大聲 有 那色界有沒有苦 無色界有沒有苦 有 但是因為色界跟無色界 是屬於禪定的境界 所以我們把它合在一起說 所以叫做上二界 所以這是四禪八定 那色界無色界 簡稱上二界 那我們 因為它是在我們之上嘛 那我們之下 而且這個 欲界又有分人跟天啊 等等這六道 那是不是在下層 是 就是就實法界來講 所以我們如果去觀欲界的苦疾滅道 這個四弟的產生的智慧 叫做法智 那我們在 如果是觀察上二界的智慧 好 那麼觀察上二界的苦疾滅道 產生的智慧叫做類智 為什麼稱為類 就是因為前面是產生了智慧 那現在這個跟前面是有相類似 而且是一種延續的智慧 所以稱為類智 所以我們看這邊 類就是有相似 類似 這種延續 所以就是你前面產生的法智 那現在跟前面 把它這個智慧再延伸到上二界 再繼續延續下去擴展 所以而且是相類似 為什麼叫類似 因為都是觀察四聖地而產生的智慧 所以它稱為類智 這樣有沒有問題囉 所以一個是法智 一個是類智 但是呢 我們從法智 我們先來看上這個 欲界的產生的法智 這法智 你在產生這個智慧之前 你還沒有完全正到這個智慧 那麼這個叫做忍 所以你看這邊 法智跟類智 也就是欲界的法智跟上二界的類智 各有忍跟智 也就是把智再分成兩個 一個叫智一個叫忍 我們就想像這個智慧 那智慧還沒達到的前面的階段就叫做忍 為什麼稱為忍呢 忍有忍可忍許的意思 因為還沒有完全正到這四聖地的真理 還在忍可的階段 斷煩惱了沒 還沒 我們剛剛講什麼時候才叫斷煩惱 賤到 也就是出國 出國賤到就是斷煩惱 要斷賤貨 這個以後我們就不多說 那我們先說 在斷貨之前都還有煩惱 所以他這邊講說 雖然還沒有斷除煩惱 可是可以怎麼樣 忍心不動 忍心不動就好像我們講 在上二界 欲界色界 譬如說我們人有沒有稱心 有 那你在稱心 譬如說我現在在有人來惹我 我就生氣 我就爆發了 那我爆發 我可能跟對方就是 罵出來 或者甚至就是 打架了 那麼這個就是稱爆出來 可是如果你在禪定當中 這個稱心啊等等 其他的貪心等等 是不是被壓下去的 所以這個叫做福 禪定能夠服我們的煩惱 所以這個叫福 也就是有一句話說 叫石頭壓草 石頭下面的草 它死了沒 其實還沒死 所以春風吹又生 因為斬草不出根 所以煩惱風一吹我的這一些 應該是說外面的境界風來吹 我的煩惱就會現前 那如果沒有考驗 你會覺得我好有修行喔 你看我誦經送得這麼好 我修行真的很好 然後只要人家一句話刺激你 你就開始 那個火就燒起來了 這時候有沒有覺得自己很有修行 就沒有了 你就承認我沒修行 可是如果都沒有境界來考驗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自己還不錯啊 對啊 所以這個叫做暫時的浮下去 因此我們才會說 有一種譬喻就是說 心水 心當中有沒有垃圾 有沒有雜質 還有 可是它是沉下去 它沒有浮在表面上給你看到 像我們去看大海 你說哇海好漂亮喔 好棒喔 好寬闊喔 好舒服 可是海底有沒有很多垃圾 有 你看到那些什麼海豚啊 或者是一些動物啊 是身上會沾了這些塑膠類的東西啊 很可憐 然後被這個垃圾殘服 你就知道 喔原來海底有這麼多垃圾 但是我在表面上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的煩惱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藉由禪定的功夫 或者我們有修種種的福報 修智慧 這些是暫時的壓下去 它還沒完全斷除 好 那但是壓下去 這個叫做忍心不動 煩惱是不是還在心當中 還在 可是煩惱有沒有爆出來 有沒有現前 沒有 它沒有呈現出來 所以它在忍心不動的階段 那如果真的已經斷了煩惱就叫做智 那因此還沒完全斷煩惱前面的這個階段 我們可以稱它為相似 所以這個相似就用忍這個字 因為忍可 忍就是認同 認可它的意思 可是我得到這個智慧了沒有 還沒 可是我有沒有認同這個智慧 有 所以有認同 但是還沒有成就 還沒圓滿 所以叫做忍 那於是這個我們往下看喔 欲戒 欲戒是不是有苦 疾滅 道 好 那既然苦疾滅道 我們剛剛講 你去觀察苦地 是不是產生法治 因為是在欲戒喔 那觀察苦地產生的法治叫做苦法治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你觀察極地產生的智慧叫 極法治 觀察滅地產生的智慧叫 滅法治 那觀察道地呢 對 道法治 所以苦法治 極法治 滅法治 道法治 這是不是四個智慧了 那四個智慧 你達到這個智慧之前的相似 還沒到的時候 我們只是認同他 所以叫忍 於是這四種智前面再加一個忍字就對了 那所以在欲戒當中有幾個忍幾個智 四個忍 四個智 所以叫做苦法治忍跟苦法治 苦法治忍跟苦法治哪一個境界比較高 苦法治 苦法治 那苦法治忍 他會簡稱為苦法忍 有時候你們會看他翻譯 他就會把它翻成苦法忍 其實苦法忍是不完全的翻譯 因為他是從苦法治之前 所以應該要比較清楚來講 應該叫做苦法治忍 那同樣的幾法治之前的智慧 還沒完全圓滿嘛 那就叫己法治忍 所以這是欲戒有四忍四智 那上二戒有幾個人 一樣四個人四個智 那上二戒我們剛說它是欲戒的智慧的延續 而且跟前面比較相似 所以叫做類治 前面叫法治 這裡是相似 而且又是延續 所以叫類治 於是我觀苦地 上二戒的苦地產生的智慧叫什麼治 苦類治 我觀極地呢 極類治 觀滅地 觀道地 好 那這四種智慧已經四個智了 那在前面還沒完全圓滿相似的階段 認可他 承認他 歡喜他 你慢慢的要去修 然後慢慢得到這個智慧 所以加一個忍字 所以叫苦類治忍 極類治忍 滅什麼 類治忍跟道類治忍 所以這樣加起來四忍四智 再加欲戒的四忍四智 總共八忍八智 就叫做十六心 因為這是心當中的智慧 所以叫十六心 但是他還沒有完全見到 在見到之前 所以這個叫見到十六心 那於是我們看到最前面 大制度論的論文 他說菩薩雖未斷結 在你們第十二頁 因為有人問啊 如果菩薩還沒有斷結 怎麼能夠修無漏慧咧 怎麼能夠實踐無漏慧呢 怎麼可能 那龍術菩薩就說 菩薩雖未斷結行相似無漏般若波羅蜜 因此呢 才能夠稱他為行無漏般若波羅蜜 所以他在修波羅波羅蜜 在實踐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叫做相似 這樣了解齁 譬如說我們說 你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學生 你是不是稱自己為大學生 可是你畢業了沒有 還沒畢業 那你是不是在念大學 是 所以你說我是大學生 可是你還不是學士 但是我們預想你應該會讀完 會畢業 所以是相似 好 那於是龍術菩薩就舉個例子 他說為什麼這個叫相似呢 就好像 僧文人在建道之前 修的暖鼎忍是第一 這四個善根 那他要修什麼 相似無漏法 就是要去觀察四聖地的義理 去思維四聖地的義理 只要他能夠成就了 之後就很容易得到苦法 自忍 因為觀察這四聖地產生的智慧 所以這個叫見道十六心 好 那麼這個是明相給大家知道一下 但是如果你不是很清楚 這個沒有關係 好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再往下 其實這樣解釋 你就應該就比較了解一點點了 不然會覺得 這到底是什麼八忍八字 搞不清楚哪個是哪個 然後我們繼續往下來看 接著又有人在問問題了 龍獸菩薩他很有智慧 他常常藉由提問 然後來回答 所以他會自問自答 可是他的自問自答是很有智慧的啊 然後因為他會假設可能有人說什麼 然後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回答他 或者假設有人說的這個 這是很不錯的義理啊 那我們就要了解為什麼他說的是言之有理 所以他都會一一解答 那接下來他跟我們講 富有人言 有人說啊 菩薩有兩種 因為前面問說 菩薩不是還沒斷煩惱 怎麼可以叫做行般若波羅蜜呢 他說因為菩薩也有兩種 前面是講就相似波羅蜜來解釋菩薩行波羅蜜 現在他是倒回來 是解釋什麼叫做菩薩 所以菩薩有兩種 第一個叫斷結始清淨 第二個叫做為斷結始不清淨 意思就是有兩種菩薩 一個叫清淨的菩薩 一個是不清淨的菩薩 那為什麼他稱為清淨的菩薩 不是他每天都洗得乾乾淨淨有洗澡 是因為他的心是清淨的心是乾淨的 所以他心完全乾淨叫做斷結始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漏夠結煩惱 對齁 所以如果這個菩薩已經斷了結始 那麼他就是清淨菩薩 如果他還沒斷未斷還沒斷結始 他是不清淨的菩薩 可是雖然是不清淨的菩薩 有沒有菩薩兩個字 有那表示他已經發了心了 他發心要自覺覺他 發了什麼心 對很好 菩提心 那因此這邊就說斷結始清淨的菩薩 就能夠修行無肉般若波羅蜜 那沒有斷結始的不清淨的菩薩可不可以修 可以 很好 相似無肉般若波羅蜜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 又有人問了 若菩薩斷結清淨 覆何以行般若波羅蜜 剛剛你自己講啦 龍樹啊 你自己說菩薩有兩種 一直叫斷煩惱 一直叫沒斷煩惱 那如果是已經斷了煩惱 已經清淨了 那還要修嗎 已經斷煩惱清淨了 還要修嗎 很好 有人說還沒圓滿 你們修了沒 修六度了沒 圓滿了沒有 還沒 好 那你們斷煩惱了沒 還沒 所以你們算是斷結的清淨的菩薩嗎 不是 是未斷結始 好 那這邊就跟我們講啦 如果菩薩已經斷煩惱了 為什麼要修 答曰 雖斷結始 實地未滿 未莊嚴佛土 未教化眾生 事故行般若波羅蜜 所以這裡啊 很清楚 雖然菩薩已經斷結始了 已經清淨了 因為我們只要斷煩惱 就某種程度來 我們就稱他為清淨 可是這個他已經圓滿沒還沒 菩薩從十性十柱十行十回向十地等絕 這都是菩薩的五十一位階 到最後廟絕是佛了 我們常講五十二位階 其實前面五十一個是菩薩 最後一個廟絕是佛 好 那我們通常會說十地就是菩薩的最高的境界 那其實還有一個等絕 因為等絕其實是等著去成佛 所以這個是像彌勒佛 現在就是等絕 那十地還沒有圓滿 那因此他雖然斷的煩惱 可是還沒完全圓滿 要不要修 要 還有為莊嚴佛土 意思就是他還沒有成佛 他還沒有自己的國土 因為佛今天成佛了一定有一個佛 他要去教化眾生的國土 我們看西方極樂世界 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是誰 阿彌陀佛 他身邊有兩真菩薩吧 觀世音菩薩跟大士智菩薩 那佛這個阿彌陀佛他將來會離開西方極樂世界 那地補他的佛位的是誰 觀世音菩薩 可是這一個西方極樂世界 他是阿彌陀佛的國度 他不是觀世音菩薩的佛土 雖然觀世音菩薩也是在這裡輔佐 他在輔佐阿彌陀佛 可是這不是他的佛土 因為他還沒成佛 所以叫做未莊嚴佛土 於是每一尊菩薩都有他自己的願心 他自己的修行 他自己想要去度眾生的這一個願力 還有他跟哪一些眾生有因緣 阿彌陀佛是跟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 就是投生到他那裡的眾生有緣 釋迦牟陀佛是跟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有緣 那其他很多菩薩啊 像你們諸位在座每一位 如果你說我自己發願當菩薩 你還沒圓滿 你就叫做未莊嚴佛土 因為還在索婆世界圖 還在惠土當中 還離這個佛土還很遠耶 而且重點是未莊嚴 意思就是我還沒圓滿 這個佛土你還沒圓滿 好這是一個喔 所以結位還沒圓滿到上面 然後佛土也還沒有莊嚴 好那為教化眾生 菩薩要發心要去教育眾生 要去度化眾生 要讓眾生都能夠斷煩惱 都能夠承道 可是他這裡講為教化眾生 意思就是為圓滿教化眾生 只要你當菩薩 是不是就是開始你的度眾的旅程了 是 那有沒有教化眾生 有啊你都開始度眾的旅程了嗎 那當然有教化眾生 只是可能教化一個兩個 一千個一萬個一億個 不曉得 好是無量無邊很多 可是他這裡的未教化就是還沒圓滿 你要跟你有緣的眾生 你都度完了圓滿了 那這時候你就成就佛道了 好所以在圓滿之前 我們都還要行波羅波羅蜜 可是圓滿了以後 就叫做一切種智 這個後面會說 好接下來他又再解釋喔 父次斷結有二種 一種斷三毒心 不著人天中五欲 二者雖不著人天中五欲 與菩薩功德果報五欲未能捨離 如是菩薩應行般若波羅蜜 斷煩惱 剛剛前面講斷煩惱的菩薩 雖然已經煩惱斷了 可是他還要修行因為還沒圓滿 但是煩惱到底是什麼 煩惱有兩種 我們剛剛有講 其實我們如果就天台來講 還有劍絲或成燒或跟無名或 這時候煩惱就會說是三種 那這裡龍術菩薩是跟我們說 斷煩惱有從兩個方向來看斷煩惱 一個是斷貪嗔痴三毒 那人天指的就是世間 就世間的財色明實睡五欲 或者是世間的色聲香味觸法 這五欲菩薩都還沒有斷 好所以這個就是斷了三毒心 有一種斷煩惱叫做斷貪嗔痴三毒 那對於這世間當中的色聲香味觸法 他沒有任何貪灼 所以他已經斷了這三毒 另外一種呢 就是雖然對於世間當中的五欲 他沒有任何的染灼 沒有任何的貪愛 他也不會生氣等等 可是他對於菩薩的功德果報的這五欲 還沒有辦法捨棄 還沒有辦法完全把它斷離 這種菩薩要不要修般若波羅蜜 要因為他還沒完全完全捨離嘛 那從這裡底下呢龍術菩薩 他就跟我們講有這兩種 那什麼叫做不貪灼人天中的五欲 可是對於菩薩的功德五欲呢 他還沒有辦法完全斷離 那麼這一下呢他就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阿尼盧窦 一個是真陀羅的這個兩個例子來說明 阿尼盧窦就是阿尼盧羅陀 或者是我們最常講的就是阿那律尊者 天眼第一阿那律分這裡翻成阿尼盧窦 所以他舉他的例子來告訴我們 雖然阿那律尊者他已經沒有貪嗔癡了 他已經斷了三界的這個欲愛了 可是他還是會遇到障礙 那這個之後我們會再講他的故事 那真陀羅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要講的是大家設 聽到這個音樂的聲音還會跟著動 好像在打拍子一樣 像有的人聽到音樂你就是很不自主的 你的腳就開始跟著打拍子 或者你就開始跟著哼聲 哼那個歌就出來了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次再來講這兩個例子 我們看第11頁 11頁有兩個思維題 平常修布施的時候如何練習三輪體空 然後布施可以布施 財布施 法布施跟無畏施這些都可以阿 任何東西都可以布施嘛 譬如說旁邊的一個人他在打噴嚏 那你就躲很遠 你是不是有問題你不要傳染給我 那你有沒有修布施 蛤沒有阿 可是如果他打噴嚏你說衛生紙給你 那你是不是布施了衛生紙 這是不是就修布施 或者你布施說你還好嗎 關心 或者像外國人就會說bless you 那是不是也是言語的關心 是不是修布施 是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有好多的布施 還有一種布施就是看他一眼 那看一眼有兩種 一種是關愛的眼神 一種是 不要靠近我 不要靠近我 然後你就趕快離開 那你這個是修布施是布施什麼 布施害怕心給他 你沒有修無畏阿 對吧 你自己恐懼嘛 然後你會讓他難過 好 那麼另外一題叫做捨一得萬報 跟三門體空之間有沒有矛盾 我們剛剛有大概提了對不對 那你們就在想一下 有人一直覺得他捨一他一定會得萬報 一定嗎 不一定 好那為什麼 還有如果我覺得我捨一得萬報 我就要努力去修布施 然後我期待將來會有萬報 這樣有問題嗎 有問題喔 有問題喔 有人覺得沒問題耶 你們覺得有問題 有人覺得沒問題 那有問題在哪裡 沒問題在哪裡 喔無常 喔 所以他可能捨一 結果下一秒就死了 所以這輩子就想不到 享受不到萬報 那也許來勢 對可是 對啊 來勢他就不知道 原來我上輩子做的好事 所以這輩子才有福報 有可能吧 有可能 好 那所以你們對你們來講 什麼叫捨一得萬報 到底我應不應該捨一得萬報的心態 還是我覺得不要有這種心態 這就好像辯論一樣 你自己舉出你自己的理論嘛 龍樹菩薩不是也是這樣嗎 以前我們也講過 我在別的堂課有提過 你不要以為捨一的萬報 就是我捨了一 就會有相同的結果 都會回到我身上 這個叫萬報 不一定 我今天能夠把我的心量打開 我今天捨了一 這個光照到外面的人 我今天點了一組 這個一根蠟燭 這個蠟燭不是只有照亮我 他還能夠照亮別人 然後別人又可以去引我的這個火 然後再去照亮別人 是不是只有 除了一個人被照亮 兩個三個四個 是不是無量無邊 都是等比的被照亮 那對你來講 是不是所有的世界都是明亮的 這是不是就是最好的回報了 是啊 這個就是清淨的回報 光明的回報 它不是回報到你一個人身上 而是所有的大眾都能夠受惠 這個就是最好的捨一的萬報 而且你看到大家受惠 你也是歡喜 也是很親近 跟大眾同樂 同享這個法喜還有禪月 那麼在同享的過程當中 你也無所求 這是不是就是三輪體空 沒有說你來點我的蠟燭喔 你來贏我的光喔 你要感恩我沒有 好 那這些其實不管如何 三輪體空不容易修 可是我們要努力修 認真的修 那將來大眾一定都能夠 正到三輪體空 然後都能夠歡喜自在 好 那我們現在來回向 願消三丈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薩道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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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